我們在這個雲端硬碟上其實還有一個同步的功能 就是這個您可能需要就安裝的部分 安裝的部分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教材這邊 您進到這個一樣任務裡面這裡打開 你往下走你會看到有一個雲端檔案同步程式點進來 那它這個檔案呢您可以從這邊去下載 那您可以選擇就是反正所有平台都支援這沒有太大問題 重點在是什麼這個程式在安裝的時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這裡有把那個安裝的那個部分畫面抓進來 您在安裝的時候呢一定要按一下進階設定 為什麼因為預設它的同步的資料夾的位置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可是平常應該那都不是你的文件夾對不對 你可能會放在別的地方 那如果你們這個地方沒有到進階設定 那很抱歉裝完了這個軟體之後就不能改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移除之後再重裝 這個比較傷腦心一點 就是你一定要進到這邊然後你來這邊選擇 你要同步的資料夾在哪裡 就是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是老師在同步的時候不見得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有好多台電腦對不對 也許老師您辦公室的或者您比較平常在用的 你可以全部檔案同步 可是如果說您可能只是比如說您帶Nordbook來學校是方便 就是教學使用啊 請問Nordbook上要不要同步那麼多 不見得需要對不對 或者雲端或者你的手機啊平板要不要同步那麼多 不見得啊可能空間也沒那麼大 那這個時候您可以選擇就是指同步部分資料夾就好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Nordbook我是上課教學用而已 那我就指同步跟教學有關的幾個資料夾 比如說我同步這個學期這一側的 比如說三年級第一側 我就反正現在上這裡而已嘛 其他就不用同步啊 那我就勾這個 那真的沒有同步在裡面你就到雲端上去找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而且同步速度是不是更快 就更快一點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把你的資料夾丟到這裡 就檔案丟到這個指定的資料夾裡面 它就自動把你同步到雲端 這樣也省得麻煩說 我好像忘記上傳了 所以其實同步的這個程式 您也可以考慮看看 這個也是會有一些需求 所以您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在雲端硬碟上呢 它還有一個同步的部分 同步的部分這個是要注意的 好 那麼其他的應該還好 待會兒呢 我們就介紹一下Google表單 還是我先調查一下 老師有在用Google表單嗎 有 有 調查資料的時候會用到 好 所以我們還是介紹了 OK 我畫面先還給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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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